孕琪傳見Q&A 精華版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懷孕可以有性行為嗎? 懷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大家好 我是春葉希媽媽 晚寧媽咪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孕琪性行為這件事情 大家要對這件事 常常都會有一些問號和迷思 例如 懷孕 怕怕怕 他就很早跑 我怕你他嘛 如果有心 怕怕怕會吐到嬰兒啦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運行怕怕怕常見的五大問題 問題一 會錯到寶寶嗎? 胎人是住在我們的子宮裡面 但是我們的性行為呢 是透過嬰道而進行的 所以啊 進行性行為的時候呢 就會錯到我們的寶寶喔 問題二 哪一些媽咪要避免性行為呢? 第一個 曾經有早產或流產的媽咪們 第二個 性行為的時候覺得痛或不舒服 第三 有前置胎懷的可能 第四 陰道出血 第五 子宮收縮 第六 早晴破水 第七 像我懷酸胞胎 或多胞胎的媽咪 殘健問題三 性行為的時候需要戴保險套嗎? 建議爸爸們啊 你最好是要戴保險套 因為爸爸的經驗裡面啊 有含前鏈腺素 會造成子宮收縮 讓媽媽覺得很不舒服 或是恐慌 再來呢 是媽媽在懷孕的時候呢 這會比較差 而且我們這時候的分面物也會比較多 所以建議爸爸 你還是戴個保險套 比較安全喔 此外 當性行為結束之後呢 媽媽要記得一定要去洗乾淨 這樣才可以避免感染喔 問題是 懷孕初期到底能不能有性行為呢? 基本上呢 當我們在懷孕初期呢 比較不建議有性行為 因為這個時候呢 寶寶比較不穩定 所以我們要避免比較激烈的活動 在性行為的過程中呢 或是結束之後啊 媽媽可能會有短暫性的子宮收縮 我們的肚子啊 可能會硬硬的 然後有一點點抽痛感 這都是正常的喔 這是因為啊 興興奮或高潮之後所引發的正常反應 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暫時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媽媽們啊 不用太過擔心 其實呢 目前沒有明確的研究顯示說 孕媽咪是不能趴溫泉的喔 所以啊 媽咪們只要注意以下四點 就可以不用太限制自己了 注意四項一 孕期的時間點 懷孕初期和後期的時候啊 是不建議泡溫泉的 到中期呢 寶寶比較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要泡溫泉 主要是因為溫度的關係 溫度太高的話 一般冷度都受不了 可看是體質這樣敏感的孕媽咪們呢 注意四項二 水溫不要超過38度到40度 當孕媽咪們呢 在泡溫泉的時候啊 水溫不可以過高 所以基本上是建議在 38度到40度左右 注意四項三 我們要注意水質 減少感染的風險 尤其我們在泡大中池的時候啊 要更注意清潔 因為孕媽咪陰道的酸鹼質改變啊 很容易會有感染的風險 所以啊 我們要特別注意水質和清潔 第四 泡溫的時間不能太久 每次泡溫的時間啊 不要超過10到15分鐘 那要注意啊 泡溫的環境呢 空氣是不是有流通 這樣啊 才可以避免脫下很不舒服的狀況 接下來 我們就跟大家來分享 有隐身的好處哦 好處一 游泳啊 是不會對肚子造成負擔的運動 孕媽咪呢 有規律的運動啊 是有助於生產的 而我們在水中游泳的話呢 對於我們的肚子來說 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因為透過水中的浮力 會減緩我們肚子的壓力 好處二 可以改善腿部的水腫 水中的浮力呢 可以幫助我們 減輕子宮 對下腸筋脈的壓力哦 因此可以緩解我們 腳部水腫和筋脈曲張的問題哦 好處三 有助於生產用力與憋氣 當我們在游泳的時候呢 除了可以鍛鍊我們的心肺功能之外啊 在生產的時候呢 可以幫助我們知道如何 憋氣和用力的方式 接下來要跟媽咪們聊聊 如果我們想要游泳的話 應該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呢 注意事項一 懷孕初期的時候啊 盡量不要游泳 假設媽媽沒有早產 或者需要安排等等的狀況呢 基本上呢 我們游泳的時候啊 不要太過於激烈 身體狀況都OK的情況下 但這樣子啊 我們就可以一直 持續游泳到生產前囉 注意事項二 水溫不可以太低 水溫如果太低啊 可能會引發公縮的情況 而且啊 水溫太低 有什麼感冒哦 注意事項三 特殊體質啦 要先詢問醫師 假設媽媽是高齡產婦 或是有早產的跡象 或者呢 本身有高血壓 或心臟病的孕媽咪們呢 不要事先詢問一下醫生意見 再來評估說 我們適不適合做這項運動 注意事項四 注意水質 當我們懷孕的時候呢 陰道分泌物會增加 陰道很容易受到感染 因此我們要特別注意 用藥池的水質是否乾淨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具體便秘的改善方法 希望可以幫助到 和我一樣有便秘之苦的媽媽們 先來跟大家談談 懷孕便秘呢 我們常見的影響 常見的影響一 容易造成腹部疼痛 痴痠 超比我第一胎後期的時候 原本痴痠已經快好了 但是可能因為我沒有 持續去做保養 就會造成我的痴痠破裂 痴痠破裂的時候 連做都沒有辦法做了 真的有無作真章的感覺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改善便秘 以免造成痴痠的後果 常見的影響二 影響胎兒發展 透過我們正常的排便習慣 將媽媽身體裡面的毒素排出來 這樣子呢 才可以讓我們的保館 有一個健康的環境生長 常見的影響三 也是最嚴重的狀況 就是可能會誘發早腸 雖然孕媽咪便秘 不會立即危害到胎兒 但是如果媽咪們 每次排出的糞便 都是很硬的 而每次都要用晚腸的方式 才能正常排便 這樣可能會刺激子宮的收縮 誘發早腸的危險 媽咪們如果你真的便秘很嚴重 要記得跟你的產健醫師講 再來跟媽媽們分享 如何改善便秘的問題 第一個方式 補充充足的水分 醫師建議呢 我們以白胎水為主 湯和飲料都不算喔 雖然醫學的角度是這樣子說 沒錯 但是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並沒有辦法喝那麼多的水分 因為我有時候喝水 那個水的味道 我是很不能接受的 如果媽媽要喝一定要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 去冰無糖去做取代 就是我們在喝果汁的時候 然後果汁原汁的比例不要那麼高 然後再穿上一些水分 這樣子就是可以適時的補充水分喔 另外一樣是建議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啊 需要補充500cc的溫開水 去刺激腸胃乳動而產生便衣 方法二 自旦的運動 運動可以刺激腸胃乳動 而且啊 可以防便秘 增加我們的身體機能 讓我們以後呢 生產更加順利 方法三 多補充纖維豆類發酵製品 例如 蔬菜水果 或是優格油酪爐等的發酵製品 此外啊 是育生均有緩解便秘的功效 方法四 2層2號的排便習慣 大腸呢 就會在固定的時間乳動 但是我們在排便有這麼的情況 或許媽媽們呢 現在沒有便秘的困擾 但是啊 便秘呢 是在我們運氣中 比較常發生的問題之一 那要怎麼預防便秘呢 這邊跟媽媽們分享三個方法 方法一 避免吃油炸辛辣的食物 例如麻辣鍋 炸物 咖哩等等 這些食物啊 它都很容易上火 如果媽媽真的想吃呢 你不要過量 方法二 要少吃難以消化的食物 薄餅 糯米製品 牛飯 粽子 攤原等等 方法三 少吃蛋糕麵包等精緻澱粉 所以老一輩的人呢 常常都會說 蛋糕麵包是屬於比較燥熱的食物 而精緻澱粉類的食物呢 都是會比較難以消化的 懷孕成長痘痘 就是生男生嗎 我第一胎的時候是懷孕生 皮膚狀況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時候只有皮膚暗沉的問題 那我這一胎的話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懷孕生 跟上一胎相較之下 我這一胎的皮膚狀況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啊懷孕生覺得 不一定會影響到皮膚狀況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運起常見的皮膚困擾 以及改善的方式 困擾一 色素沉澱 像我們懷孕的時候 我們胯下腋孕 或是黑眼圈等等呢 都會因為我們懷孕的時候 有荷爾蒙改變 磁激素環體素濃度會增加 刺激我們身體還色素沉澱 使得這些部位呢 顏色會變得比較深 大部分的色素沉澱呢 都會在生長完之後 慢慢的變淡 想要改變這樣子的問題啊 在飲食方面 我們可以多攝取 維他命C的蔬菜 例如菠菜 花椰菜 或者像很多水果 木瓜 花辣 另外我們還可以吃 具有美白解毒的食物 像珍珠粉 白木耳等等 如果媽媽真的很擔心的話 建議可以擦淡化紋路的保養品 那假設媽媽手邊有 潤層酸的話 潤層酸也可以適時的淡化這些黑色素 另外啊 反晒也是很重要的哦 在懷孕期間 我們要選擇 物理性的反晒 物理性反晒會透過 反色折色等等的原理 讓我們的皮膚 減少受到脂外線的傷害 比 化學性的反晒乳啊 平常穩硬安全 困擾二 皮膚乾燥脫皮 在我們懷孕期間 特蒙改變 影響體脂粉泌 而導致皮膚乾燥脫皮 這些問題呢 會大部分出現在 懷孕中後期的時候 在改善方法 從生活方面呢 我們建議 不要洗太熱的熱水澡 也不要用鹼性的肥皂洗澡 因為這樣子會影響我們的皮脂分泌 在飲食方面 我們要多增加 煤和鈣的飲食攝取 例如蛋豆魚肉類 另外也可以多吃好 脂肪酸及維生素的食物 例如 綠色蔬菜 牛奶 堅果等等 懷孕的時候 保養成分越簡單越好 以清潔保濕為主 成分太複雜 功能太多 含能風香精的產品 我們儘量避免使用 困擾三 黃茂痘痘 如果容易長痘痘的媽咪們 盡量減少肉類的攝取 而是以海鮮 魚類來補充足夠的蛋白質 困擾四 楞成群麻疹 醫生也無法很確切地講說 楞成群麻疹它產生的原因 那有可能是因為 懷孕後膜的改變 或是家族遺傳 也有可能是 第一次懷孕 或者像我一樣是多胞胎 或者是說體重過重的媽媽 都有可能產生 而在解決方法上面來談 我們可以用冰敷的方式 來減緩養的感覺 記得在洗澡的時候 我們熱水不要用太熱 以免加重病情 在飲食方面 我們可以減少吃海鮮 西瓜 白菜 白蘆蔔等等 韓性的食物 最後 幫大家統整這一集的內容 懷孕性行為 常見的五大問題 第一 會抽到寶寶嗎? 第二 哪些狀況的孕媽咪 需要避免新行為呢? 第三 需要戴保險套嗎? 第四 懷孕初期不能有新行為嗎? 第五 結束之後 肚子有點痛痛的 是正常的嗎? 孕媽咪的跨溫前 注意事項 第一 運期的時間點 第二 水溫不要超過 三十八到四十度 第三 注意水質 第四 泡湯的時間不能太久 再來 是孕媽咪游泳的好處 第一 游泳是不對肚子造成負擔的運動 第二 可以緩解腿不水腫 第三 有助於深痰用力 憋氣 接下來是游泳的注意事項 第一 懷孕初期今天不要游泳 第二 水溫不可以過低 第三 特殊體質讓媽咪 要先詢問醫師 第四 注意水質 臺孕便秘 殘渣的影響 一 影響胎兒發展 影響二 容易造成腹部疼痛 痴瘡 影響三 可能會弱化早腸 再來 如何改善便秘的問題 第一個方式 補充充足的水分 方法二 適當的運動 方法三 多補充纖維 豆類 發酵制品 方法四 楊成良好的排便習慣 那要怎麼預防便利呢 方法一 避免吃油炸辛辣的食物 方法二 要少吃 難以消化的食物 方法三 少吃零子便利 在運行時候 皮膚會遇到的一些困擾 以及在飲食生活保養不同方面的解決方案 困擾一 色素沉澱 在飲食上面 我們可以多攝取 維他命C的酥茶 另外我們還可以吃 具有美白解毒的食物 擦 蛋化 紋路的保養品 另外啊 懷孕期間 我們要選擇 物理性的防曬 困擾二 皮膚膨脹脫皮 我們建議 不要洗太熱的熱水澡 或增加 眉汗乾的隱私色取 保養成分越簡單越好 困擾三 環帽鬥洞 盡量減少肉類的色取 多吃蔬菜水果 困擾四 潤沉虛麻症 我們可以用冰敷的方式 來減緩養的感覺 我們可以減少吃 韓性的食物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